中国难来意外之喜 三大球员重拳出击 有望进入CBA 大家好 欢迎观看小言说球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大家点赞加关注 北京时间5月3号 近期由于CBA季后赛刚刚过去 国内各球队也开始陆续的整顿和休息 不少球队都出现了队员交替的情况 据知名媒体人宋祥透露 曾凡博、于家豪和张振霖 这三位优秀的年轻球员 都将冲击NBA联赛 去美国特训就意味着 有更加广阔的舞台 得到更加的多的锻炼 一旦可以闯出一些名声后 那真的是相当大的荣耀 这是每个篮球运动员的毕生梦想 NBA是全国顶尖球员汇聚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一招画风 越过龙门成为真龙 但NBA也意味着会做冷板凳的风险 毕竟收益与风险向来是成正比的 没有付出就很难得到回报 接下来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三位球员 曾凡博现在隶属于北京首钢南篮 但却没有出战CBA联赛 他在结束联盟的赛场后 依然选择了继续留在美国提升自己的水平 现在他还是不负众望的获得了 今年选秀大会的参选资格 接下来曾凡博会在芝加哥进行特训 如果他可以在这次视讯中取得一个很好的表现 给NBA的星探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那么将非常有利于他的这次选秀 于家豪隶属于浙江南篮 他在本赛季也是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可以底线出他不俗的实力和潜力 他在今年夏天也有可能去冲击NBA 他现在已经抵达了美国 预计将在洛杉矶进行特训来提高自己的实力 他的下一步计划取决于他在洛杉矶的特训成果 如果说效果好的话 就会去冲击NBA联盟 还有张振林也有去美国发展的打算 想要试一试能否冲击NBA 目前已经提交了相关申请 但辽兰总经理李洪庆表示 只有他能在NBA力足后才能让他去美国 如果进不去NBA 是不会让他在美国打低级联赛的 会继续让他参加CBA的比赛 在申请下来后 张振林就会去美国参加特训 让我们一起祝他好运 中国南南正在努力发展 正在努力的向外面的世界学习 希望接下来的青年们可以更加努力 自信和低调才能走得更远 这期视频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